朋友们大家好,A股现在正变得越来越自信了 那今天早盘的低开相信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 源自于昨晚美股的一个暴跌 昨天晚上美股三大指数是集体杀跌 道琼斯指数更是杀跌了550个点位 还记得八哥之前说过的话吧 每当咱们A股稍微要向好的时候 美股它总是来捣乱 等把我们忽悠瘸了呢 它又晃晃悠悠的涨回去了 你看这次又是 这两天咱们A股稍微反弹了一些美股 它立马暴跌 这就是想把咱A股往沟里带 那么今天好在A股还算坚挺 早盘一个小夫低开之后 就象征性的意思意思 并没有进一步的回落走低 反而是震荡反弹拉涨然后走强 那反攻之后后面基本上就是垃圾时间了 是因为由于节假日效应 并没有进一步去拉升 依然维持在二师均线附近去进行一个震荡整顾 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 目前二师均线已经被踩在脚底下了 已经收复了 而三师和六师均线下压 那么节后就有希望挑战这两条均线了 昨天咱们也说过 虽然说头肩底形态已经大功告成了 但是要想实现本轮中期调整趋势的真正的转变 需要突破3400点 也就是本轮调整的下跌趋势线为止 而今天的收盘价是接近3300点 也就是说也就差了110个点左右吧 说实话这110个点 真要想收他的话 可能也就是一两天的事吧 之前都能一天跌个150多点 那为什么就不能一天干他100点呢 对吧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假期间有超预期的利好的话 不排除假期回来直接上工3400 所以要紧防踏空的风险 注意我说的前提是假期要有超预期利好 前提不成立 结论也就不成立 毕竟从目前点位直接上工3400 确实也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里只是给大家提个醒 今天让我很意外的一件事是什么 是中国医药和美诺华毫无意外被砸了 都跌停了 但是并没有带崩整个医药板块 反而涌现出很多后排的芯票出来 比如说抗制药液 镇东制药 瑞康医药等等 他们都没有受到中国医药和美诺华的连累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从侧面说明了大盘 它确实变好了 如果说搁在以前的话 这么强的龙头一倒下 那医药股早就被揍趴下了 是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要坚定信心 对二季度的行情抱有深深的期待 针对即将来到的4月份行情 我觉得主要逻辑 咱们要注意这么几点 首先政策托底依然不变 就是在3000点附近 高层不是出来喊话吗 针对股市的利好政策也是不断的出台 也就是说 后期3000点原则上是不允许跌破的 其次就是美元加息削的落地 利空出尽 以往成为利好 再就是俄乌战争开始出现了一个缓解 虽然说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好 但是整体局势开始慢慢的缓和了 最重要的还是咱们国内 就是4月份洋行降准降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那随着指数的见底回升 市场的人气也会慢慢的恢复 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 目前来说都是积极的 要说唯一不好的一点 那也有 就是什么呢 就是白马权重股仍然是重灾区 很多大机构都埋在里面 寻求自救 因此短期内很难走出一个像样的行情 甚至不排除机构在调仓换股的时候 还会连累指数 因此4月份咱们依然以新基建 和数字经济东树西算新能源 等等 咱们之前一直说的那些成长赛道里的 中小市值的个股为主 成交量低迷的情况下 成长赛道容易被油资爆炒 一些小票 还是有希望会跑出一批翻倍牛股的